Hello 大家好 我是Stella 李慧芬 上星期五港股升了360多点 在25,330点的水平收市 整体来说 原来上已经是连续两个星期 做了一支大洋烛 上星期最低位落到23,611之后 明显地有买盘吸纳 令它升回 刚过去那个星期的时候 看到等别人不算是太多 因为有这个长期节假期 也有这个风价 但是起码在那 Им见成交都增高了 有成178多亿 也有1500多亿 相对之前在星系上加上成交 显示到港股有在一段时间时 应该就会很反复牵强 现在就这个星期和下星期时 都会继续向上的 短性的目标就要看26800点 或者26400点这些水平的 26400至26800的话 就会是今次的反弹 或者是一个回升的阻力位 如果一旦升穿了26800的话 整体整个降估的时候 升势就会加剧 很快就会上去29000点的水平了 所以我自己认为在短期的话 未必这么快能够升穿26800的 可能就去到26800的水平的时候 做回吐 落到25000点的水平附近的时候 再挫力的时候 才能够升穿26800的阻力位 不过幸好我看到周倩图 那个随机指数 在低位度交叠向上了 即是来到的动力 都会越发增加的 我们看到 那边就说是那个港股是向上了 当然有很多的 不同的办法都会有一个升浪在 不过大家值得留意地方 就是因为油价升了80元的水平了 令到三桶油都升了上来上面的 我们看到油价其实就为什么会是升了上来上面呢 那主要原因地方 就是因为石油输出国组织 和国民国OPEC Plus和OPEC 那之前就召开这个部长级的会议 那就决定维持之前的协议 那就是11月份就将会按这个原计划 每月增产是40万桶的 那也就不会超量增产来缓解这个供应紧张的局面 那大家知道近期因为大陆冬季时 那个的紧张情况时 开始加剧 那大家就开始打算 OPEC和OPEC Plus的话 究竟会不会是增产呢 如果是增产的话 那可能就会舒缓了那个 供需不平衡的问题的时候 油价就回落 那这次的会议就显示到 是不会增产的 只不过就保持之前的协议 是每日是增加产量 每月增加产量时 就是每日40万桶这样而已 那原油价格就因为这样的情况 当然就会继续上升 那基本面显示到 就说是踏入到冬天的话 原油的需求就会加剧了 另外就是中国山西的雨灾 水灾的话 也是开采煤炭的问题 就是开采煤炭的问题 所以都会使得整个资源格格 都会向上 油价也会向上的 那么看到呢 近期就是很多家大行都走出来 就是走出来 是去就表示 这一两年的时候 油价都会继续在高位里走的了 也都建议大家是买三桶油的 那我自己较为喜欢呢 就是这个857中石油的 因为技术性就是图形上面的时候 看到它的价格的时候 股价在低位是回升的 底部回升的 其实是 还有就说它的收益率的话 每年派息是很稳定的嘛 每年派息的时候 都有整个五厘几升 那现在就说 以一个在外面市况 不明朗的情况底下 有五厘几升 再加上油价都会向上的时候 油价一定会受惠 所以大家就可以 不妨考虑这个 157中国石油的了 那中国石油在现水平 就不妨吸纳了 向上看着它6元这个水平 那变成空间 其实也挺大 也有十几二十个percent的 所以大家就不妨 趁低去吸纳了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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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